那么我们在具体的绘制每一个数字的时候 组成这个数字的每一个小圆 它的圆心究竟应该怎么计算呢 我们在这里具体的分析一下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7乘以10的二维数组 我们把每一个小圆放大一下拿出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设计的每一个小圆在一个格子里 如果我们假设这一个小圆的半径是一个大二的话 那么由于我们希望小圆和小圆之间有一定的空隙 这样呢显示出来好看 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个圆心距离 包含这一个小圆的这个外边框的距离呢 就是2加1 我给他多留出来了一个像素 这样一来呢 我们每一个包围小圆的这个正方形的盒子的边长呢 就是2乘以2加1 有了这样的分析 我们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设计的RenderDigi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告诉我们要从XY这个顶点的位置开始绘制这个数字 那么在绘制这个数字的时候呢 是便利一个二维数组 其中I代表的是行数 J代表的是列数 是这样一个方向 I和J的方向大家一定要分析 那么此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对于Digit这个小圆 它的圆心的位置究竟是哪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式子分析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圆心的位置 其中CenterX应该是初始的这个小X 再加上加多少呢 加上看它是第几列的 用J去乘以2乘以R加1 也就是乘以这个包围盒的边长 之后我们才挪到了我们该绘制的那一个包围盒的前面 然后再加上一个R加1 使得这个横坐标挪在了这个该绘制的圆心的位置 这是横坐标 纵坐标呢 是类似的用Y加上I乘以R乘以R加1 在这里头纵坐标要用横数 横数由I来表示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挪到了将要绘制的这个圆的包围盒的前面 之后再加上一个R加1 挪到了这个圆心的位置 这里大家要注意I和J都是从0开始计算的 所以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请大家呢再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式子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制作游戏相关或者动画相关的时候呢 经常要使用这样的格子系统 在使用这种格子系统的时候呢 都免不了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某一个具体的格子的位置 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熟悉这种计算方式 如果大家看过我讲的2048的课程呢 那么在2048那个课程里也使用了类似的方式来计算 我们将要操纵哪个格子 大家呢也可以对比一下 深入的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计算方式 我们以后还少不了和这种方式打交道 比如说对一个图像进行处理 那么每一个图像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格子系统 其中每一个点就是一个像素 每一个像素存储的是这一个点上的颜色值 我们还是需要使用这种方式来具体的看 我们要操纵哪种像素 那么我们讲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 再做实力介绍 有了前面的介绍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写到一半的这个代码 那么大家知道首先呢我们还是需要定义一下 我们想画的这些小球的半径 我们生命一个新的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呢叫做radius 我把它定义成8 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rc 那么根据刚才的分析 这个圆心的位置呢就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再比较一下和刚才的分析是一样的 第三个参数呢是半径 那么这个半径呢就是我们刚才新建立的 这个变量radius 之后呢由于我们要画的呢就是圆 所以我们从0一直到2乘以π的值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我们这个RenderDigit函数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程序的运行结果 还记得我们最初给Hours复值是12 那么现在就把12中的第一位这个1正确的显示出来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Render这个函数 我们呢之前只是把这个小时数字的第一位十位数给显示了出来 在继续的绘制后面的数字之前呢 我们要整理一下这个传入的X和Y 那么为了让整个显示过程更美观呢 我再设立两个全局变量 那么这两个全局变量呢 一个叫做MarginTop 一个叫做MarginLeft 其中MarginTop表示每一个数字距离我们这个画布的上边距的距离 MarginLeft呢表示的是第一个数字距离我们画布的左边距的距离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在这里头所传入的两个参数呢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我们来绘制第二个数字 也就是小时这个数字的个位数 那么我们仍然要调用RenderDigit这个函数 那么此时这个X应该什么呢 那显然首先应该在MarginLeft的基础上 加上第一个数字所使用的距离 那么第一个数字在横向上使用的距离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呢应该是14乘以一个Radius加1 那这是因为我们的数组呢 是7乘以10的 也就是在横向上呢 是7的位置 那么相应的呢 就是有14个半径加1这么长 但是呢 我们为了要和右侧的这个数字啊 留有一点控制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数字呢 改成15 那么这样呢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在我们这个程序中 每一个数字在横方向上所占的这个长度呢 就是15倍的半径加1这么长 那么之后 我们距离画布的上边缘的距离呢 仍然是MarginTop 那么这个数字具体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计算个位数呢 只需要用这个Hour10% 然后进行一次整形的转换 最后我们不要忘了 把这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给传进去 那么现在整个小时 这两位数字呢 就已经绘制完成了 我们之后要绘制的呢 是一个冒号 是一个特殊的符号 那么这个绘制方法呢 也大同小异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 它距离左边距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应该是 MarginLive 就加上30倍的 半径加上1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每一个数字呢 占15 那么它在15的位置 那么它就应该在30的位置 之后距离上边眼呢 仍然是MarginTop 这一头注意 我们要绘制的这个符号 不是一个数字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一头 传入的参数是一个索引 只不过这个索引设计的很巧妙 传入的是0 调用的是Digit0 那么便利的就是0 所对应的二维数组 如果是1呢 那么便利的就是Digit1 所对应的二维数组 那么大家还记得 我们给Digit10 设置的是冒号这个符号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传入10 那么它调用的就是Digit10 Digit10对应的不是数字 而是冒号 最后我们把绘图上下文环境 给传进来 此时我们再来看 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小时所复的12 被成功的渲染了出来 同时还有一个冒号 那么有了之前的分析 后续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那么后面呢 我们来绘制分钟和秒钟 是完全类似的 这三行呢 是绘制分钟加上冒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开始绘制分钟的 第一位的时候 是从39开始的 这是因为冒号那个数组 是一个4乘以10 宽度是4位的这么一个数组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我们用4乘以2 得到8倍的边长 再留一点空隙加上1 所以在30的基础上呢 加上9得到39 也就是冒号这个字符呢 占的宽度呢 是9 之后我们绘制分钟的十位 分钟的个位 以及又一个冒号 最后绘制秒钟 那么大家呢 可以再看一下 这些数字的计算呢 是不是正确的 此时我们再运行我们的程序 所得到的绘制结果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非常酷 但是这个时间 只是我们固定的 写入的一个死的时间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获得 当前距离我们要倒计时的 那个时间之间的这个时间呢 那么在下一节里 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 JavaScript时间相关的函数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